张将军 现在您说我们听 大家好 我是张赵忠 他们管我叫菊座 所以我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叫菊座赵忠 都加了吗你们 都加了 广告一把 平常我坐那个地方 就刚才我起来那个地方 是这个舞台的最脚上 这个每次录像 我就说两句话 你说我们听 下面进入投票时间 我这当老师 当了一辈子 就是想说话 你说这演说家节目 都不让我说 憋得话 有一次鲁玉在后边 化妆忙了 我是上来 我先说到脱口秀 说了没一分钟 就给我打断了 你不仗义 刚才上来问我说 今儿你来场演讲吧 再不演讲 可没机会了 这个今天是总决赛 我说好啊 他说你想多长时间 我说三个小时吧 他说三个小时够吗 今天三个小时是不可能的 说个十分钟八分钟的就行 大家别害怕 一说都坐不住了 讲什么呢 前几天 这个诺兰来北京 我跟他做了一个对话节目 看了他的敦克尔克 另外我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里头我说 敦克尔克大撤退 其实是一种胜利 所以说有一种胜利 叫撤退 我今天就是讲讲我的敦克尔克吧 大撤退 我的敦克尔克是从2015年的7月6号 我接到了让我退休的命令 那是我最后一次穿军装 从此之后我就离开了办公室 再也没穿过军装 也不用去上班了 他们让我到军事所去看 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打球 这是唱歌的地方 还有钓鱼班 还有摄影班 就各种兴趣班 还有练剑术的 说是你喜欢练人 我想了半天 我这一辈子做学问 我也没喜欢 我说我这是开个微信公众号 很多人说 你办微信公众号有什么收获 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说困难太多了 像我原来写文章 都是写论文的方式 年轻人不愿意看这个 都看现在比较新的图文推送的方式 这些个我就不说了 我说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经费的问题 我在20万粉丝 以前是特别困难 一个月平均就得十几万 最后我老伴不干了 不干了以后说这怎么办 正好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好几家投资公司找到我 说我们要投资 我说什么叫投资啊 我们就派人给他们谈了好几轮 你们能叫上名来的 几个殖民的投资公司 都给我们谈过 一说就是几千万 哎呀 我说我对这个钱 没有什么概念 我最后想了半天 还是不要了 这个我说没事 要人钱 我搞的是公益事业 你投钱以后 万一控制我内容怎么办 这个钱我就没要 还是继续自己家里 往外拿钱 到了粉丝40万的时候 我们小伙伴看不下去了 说咱们开个店吧 卖卖你的书 最后我们做了T恤 什么海带禅艇 雾曼黄金光啊 什么海带八万 就做了一些这 也赚不了几块钱 所以呢 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一直办 一直坚持 坚持到80万粉丝的时候 慢慢有一些广告了 由于我这个是爱国主教育 和国防教育 好的广告 我还不能登 这个以后过了80万之后 慢慢我们日子就是好过了 到现在自负盈亏了 假的网络 说哎呀 这是一个谣言四散的地方 大家相互之间对骂 互思 约架 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你到我的微博空间 到我的微信公众号空间去看 下面的留言 百分之百都是正能量 没有说骂人的 你们猜一猜说 现在这个新媒体啊 比方说微博吧 40岁到80岁的人 占多少 马丁 猜猜看 百分之二十 美心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台湾来的 百分之三十五 40岁到80岁只占百分之六 这么少 这个是在 这是特别针对我的 因为4月23号是海军节 4月26号 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 这两个当时 这个新浪微博的阅读是五亿 五亿 对着五亿人做的调查 是40到80岁的 是占百分之六 其他都是 80后 90后 00后 占到百分之九十四 这个调查数据 出来以后太吓人了 就是当时我想到一个 非常宏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 这个微博 微信公众号 这百分之九十六年轻人 他看传统媒体吗 他看新方联播吗 他看人民日报 他看解放军报吗 这个太成问题了 所以说如何影响这部分受众 你光号召不可以 说我现在站在海边上 我看别人游泳 你看一百年你也不会游泳 所以我是自己下海 一点一点地游泳 就是实践了这两年 我现在全技术上 商业上正常的运营 全摸清楚了 所以说呢 我就感觉我现在做别的 你让我上山搬石头 种树我也做不了 让我扛枪去打仗 我们现在是世界和平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只能做点 力所能及的这个事情 给孩子们讲讲故事 为打通两个舆论场 做点自己的贡献 所以今天其实 就跟大家讲了一个 有一种进攻 叫撤退 我的顿卡尔克 大撤退